时间是了,你退下吧 且慢,此事还不能了 叶凡,你还想干嘛 长老高抬贵手饶你一命,你别不知好歹 还有何事,此次面对我竟如此坦然 真是不可思议啊 孙家少爷破坏了我这所小院 孙子,啊不,孙公子应该补偿 叶凡,你竟然太善 叶凡所言有理,那孙孝天就给叶凡两千零食作为补偿 什么,两千零食,那可是我的全部身家 孙公子,长老的话你不会不听吧 叶凡,你给我等着 苍延宗长老竟向着这叶凡 看来他还是有来历啊 该死的叶凡,不仅让我颜面扫地 还害我连住客栈的钱都没有 没关系,等我叫到帮手 叶凡我看你还怎么狂 少爷 怎么样,我让你找的人找来了吗 李家少爷和南家少爷都说叶凡背景不简单 他们不想让白长老不高兴 所以,都不来 废啊 打架打不过,叫人也叫不到 我孙姐留你何用啊 你现在去给我滚蛋 少爷,别干笑的 小的听为拱江小姐 拱冰夏要挑小院 少爷说不定能请他报仇 拱冰夏 他可是北沿过年轻一代的佼佼者 而且性格孤僻古怪 极度艳难 若他能去找叶凡麻烦 叶凡铁定遭殃 嗯,小院都满了 要不要抢一处来住呢 这不是拱仙子吗 别来无恙啊 孙小天 有话直说,别拐王抹角 笔人是想给拱仙子领个路 向您介绍介绍小院的情况 不用 我若要小院,凭自己本事足矣 不行 要是他不挑叶凡的小院怎么办 那我不是白某了 哎呀,拱仙子啊 就让我来领路吧 我,别给我找不痛快 我,我,我走 哎呀,慧气 没想到拱冰夏这娘们 都不领我的情 少爷,你看 这座小院里 灵力最为充沛 就这儿了吧 好啊,天助我呀 谁 来人的气息不弱 莫非是孙小天朝的帮手 怎么 她是 朱雀 我是拱冰夏 你这间小院 我要了 只是长得像罢了 朱雀她确实不可能还活着 你这人好奇怪 院子都要被抢了 居然还能笑得出来 因为想起了一些好笑的事 本座上次这么笑 都是几万年前的事了 龚小姐 我不能把小院让给你 我看中了这院内的樱花树 如若我非要不可能 龚小姐好眼力 这棵樱花树 正是我一位故人种的 原来如此 那位故人定很强吧 才能让这樱花的灵力 如此充盈 没错 而维持樱花树灵力的秘诀 她也只传授了我一人 我若离开 樱花树的灵力会日渐消亡 最后枯竭 所以我不能让出这小院 枯萎 这可不行 我正是为了樱花树而来 才能看她枯萎 上钩了 那龚小姐是否愿意 与我同住小院 共同沐浴樱花树的灵力 别误会 也是因龚小姐 长得与我那位故人相向 我才心生此击 这 而且弟子选拔近在眼前 我只想安心修炼 我只是个小小的脆体 不似龚小姐强大 唯有准备万全 准备万全 方能通过选拔 那便依你吧 作为交换 有任何问题 你尽管问我 整体让你也能通过选拔 多谢龚小姐 还是小丫头好糊弄啊 这樱花树哪有什么灵力 灵力全是我地狱散发出的 啦啦啦啦啦 不过 它们实在太像 兄弟 叶白 你这间小院 我要了 这是你的房间 不错 樱花树变在窗外 如此一来 我修炼的速度 一定能大大提升 这是何物 啊 啊 有灵虫啊 龚小姐也怕灵虫 真是太像了 朱雀也是上阵杀敌 一无所居 但一看到灵虫 就吓得 毫无女战神的威风 啊 我怕 它曾钻进我的衣物里 弄得我身体好痒 无事 我来解决 你为何不直接杀了他 万物皆有灵 岂能随意定生死 更何况 许多身披人披的衣冠禽兽 远不如此小众 出现幻觉了吗 那可不让男人靠近的狗下兵 不仅进了叶凡小院 还和叶凡 搂在力气啊 少爷 这叶凡究竟是什么人 轻易就做到了墨天公子 几破头都做不到的事 你提醒我了 墨天是开远镜六重巅峰的顶级天才 他若是知道了此事 不可能 不可能 我的女神 怎可能和个脆体精的废物 住在一起呢 哎 墨少 我亲眼看见狗下兵 走进叶凡的小院 还和他搂搂抱抱 岂能有假 叶凡 你比那飞物摩天强多了 和你双香 你跟他 女儿 叶凡 我不会放过你的 奇怪 为何近日总听到有人喊我的名字 那个 墨月的地方在哪 我刚修炼凝水之术 不小心把衣服都打湿了 这小丫头也太没防范之心了吧 怎么了 我身上有东西吗 嗯 没事 后院有个木头 你可以去那里摸鱼 他为何不看我 谢凡 你给老子滚出 谢凡 你给老子滚出来 老子要杀了你 整天打打杀杀 手伸清修 真是没完没了 摩天啊 你可别让小爷失望啊 有何贵干 你总算出来了 老子问你 拱仙子为何会住在你这里 敢说假话 我就揍死你 表姐 你救命啊 有人要打我 表 表姐 没错 你口中的拱冰相 就是我表姐 你说的是真的 当然 他若不是我表姐 怎会住进我院里 误会 都是误会 我叫摩天 想做你姐夫 不过 想做我姐夫的人 可太多了 回头我帮你在表姐那里 多说点好话 太感谢了 老弟 这三千零食 你可务必收下 多谢姐夫 我今后只和表姐 说你这个姐夫的好话 好 甚好 有点不对劲啊 哪有来打架 人还没揍的 就先给钱啊 不过 姐夫为何突然造访 这个 是因为 这个 这个是因为 孙小天和我说 你和拱仙子好上 还同居了 一派狐言 这不是回我表姐清誉吗 定是孙小天 恶意造谣 小舅子和拱仙子 姐夫 你看哪 险小天 你怎么朝我来了 他不是应该在找叶凡的麻烦吗 小舅子 看我去教训他 姐夫 记住 别说出我的身份 我表姐想低调点 少爷 我看莫公子 更想是来找你的麻烦 孙小天 我认你祖宗八代 你竟敢造谣 孙小天 你竟敢造谣 害我差点误伤了 野蛮 这是怎么回事 害我险些在拱仙子面前丢进脸面 你死不足够 我真没造谣啊 你还敢狡辩 我今天非打死你不可 呀 哇 明是怎么回事 苍延宗弟子选拔开始 所有人速速至赤焰塔前集合 终于来了 我叫白长春 是苍延宗的外门长老 你们这次入门选拔 由我负责 纠情的路上 有坚韧的忍耐和恒心 此次选拔共有三场试炼 这第一场比的 就是耐力 那是烈焰塔 那是苍延宗的圣物之夜 今日你我哪怕失联失败 又能多在塔内 吸收些许火属性之力 也是好的 那还不赶紧一些 先在塔内转个好位置 全是一群废物 比起北洋王室的促神池 烈焰塔不值一提 那才是真正的极品修炼圣地 此塔名为烈焰塔 是我苍延宗的圣物之一 谁能在第一层的高温下 坚持三个时辰便算过关 大家如果坚持不住 就速速退去 省得在里面像叶凡一样 被烤熟了都没人知道 这几个倒还不错 开 脆体精的进去 可就别想出来了 孙小天 你这是在逼我动手打你吗 还不快滚 你 叶凡 你可想清楚了 为了试炼把小明搭上去了 可不值啊 我在里面等着你们 今天心情好 待会儿陪你们好好玩玩 如此充益的灵力和火属性之力 就像是专门为吞天魔宫准备的一样 这家伙 是带来了多少走客 拆了这么多好运智 叶凡啊叶凡 我看你能熬到何时 少爷 那叶凡 毕竟也才脆体精 这塔内的火属性之力 至少要达到开元净才能吸收 我们刚才故意空出了一个火属性最浓郁的位置 他若坐在此处 必定熬不过一刻 这次啊 可有他 此处未知绝佳 便留意你们二人了 我便去那边吧 多谢大 叶兄弟 大舅哥 我之后一定会好好报答你的 他怎么走去灵力那么稀薄的地方 哎哟 或许是怂了 那里没那么热嘛 能坚持求下 看来他已经打算放弃失恋了 找的便是此处了 这小子还挺精明 居然一眼就看出了阵眼的位置 那可是灵气和火属性之力最足的地方 不过 不知怎的 总感觉塔内有股格格不入的强大力量 恐怕 这次试炼要出乱子 不如 我们用神魂进去看看情况 如果出事了 也好及时应对 嗯 也好 此处是塔内阵眼 但炉顶口朝上 所以导致炉顶的正下方灵气西比 若能以地角控制炉顶口朝下 我便能在此用吞天魔弓 吸收最多的灵力和火属性之力 灵力可以提升修为 火属性之力可以催炼肉体 今日既然赶上了 那我可就不客气了 差不多了 这怎么突然变热了 太热了 为什么会这么热 我可坚持不住了 别老子挺住 奇怪 这高温中 怎么还隐约带着一丝叶凡身上的气息 罢了罢了 本来和你们也没什么关系 就帮帮你们吧 难道真的是他动的手脚 他究竟是何方神圣 多出来的温度也不能浪费 就伤给你们了 怎么感觉现在的温度好像比刚进来的时候还低 难道试炼快要结束了 怎么突然变热了那么多 对不住少爷 小子可不能把小命搭在这 你们这群废物 少爷 再 再这样下去 必死无疑 现在可不是要面子的时候 我 我去 连我一个脆体径都比不过 你这个孙家嫡系真是废话 若是孙家知道你们所有人连第一关失联都通不过 会不会一气之下把你们全废了呢 嘿嘿嘿 你 是你搞的鬼 奇怪 他身边的温度比周围高了五倍 这 怎么会这样 这都快赶上第二层的温度了 再这样下去 这小子不死也会残呢 平时的消耗 也比平日多出了好几十倍 也罢 今日试炼怪事贫除 还是提早结束吧 或许是塔内阵发出了问题 但试炼结束后 还是好好探查一番 比赛结束 我过关了 我过关了 亏他还是孙家嫡系 怎么才通过了第一关 就这么高兴 是啊 孙家这次派出去的弟子 只有他通过了第一关 我要是他 只会决丢人 你们这群废物 回去我定禀名附近 把你们一一逐出孙家 好你个叶凡 明明实力不俗 还几次三番在我面前逃脚 卖乖 下一轮试炼 若是对上我 我定要逼出你真正的实力 莫非他真有什么手段 能夺过了我们二人的神魂查实 诱惑着他背后 有高人强助 此次试炼 我数次赶到被夺走了 烈焰塔的控制权 虽说此塔无拙 并不是完全没有被操控的可能 我真要如此厉害的角色 潜入了此次选拔中 不知对苍延宗来说师父还是 第二关 积分战 每胜一场加一分 积分超过一百者过关 比赛开始 墨天 孙武 一号擂台 拱兵下 王元姬二号 叶凡 孙孝天十一号 真巧 有点意思 小子 这次一定会打死你 来吧 上我看看你的诗 小 咸萝卜 你说这点实力吗 那就去死吧 住手 叶凡胜 这么快 叶凡他还只是脆体匠 你太弱了 你 脆体战开源 还是秒杀 妖孽呀 他好帅啊 他不但帅而且还是妖孽 我要给他生猴子 亏我之前还那么喜欢孙孝天 原来他就是一个废物 该死 我不甘心 你看他样子 真的笑死我了 真丢人 红尖上 拱兵下上 第一关是考验任性 第二关考验实力 接下来 第三关考验的是心性 第三场是问心中 这中会触发各种幻境 让人深陷其中无法自拔 甚至死亡 幻境考验 有点意思 此中 明问心 催动此中后 尔等会陷入梦境 三个时辰内醒来者 何格 叶帆 恭喜你过关了 叶帆 恭喜你 以后我们就是同门了 那个 我可以和你成为道理吗 灭 哥哥 你醒了 恭喜你成为苍延宗弟子 以后再也没人敢欺负小灵二了 很难下手 但不代表我不会下手 有地决在 一切幻境都难以迷惑我 宗门有难 这深渊之中 有开启护宗法针的井质开关 但需要用你的生命为代价 才能开启井质 是 这么快 只用了半个时辰 就过了问心幻境 妖孽呀 那边什么情况 可恶 难道这家伙比我快 时间到 合格者三十八名 失败者 立刻离开苍延宗 妈呀 总算合格了 三家嫡系 当真是没人了 成为外门第一次 都这么激动 哼 笑吧 叶范 迟早有一天 我要让你付出代价 外门宗主 平红一驾到 参见宗主 虽然你们已经通过考核 成为我外门弟子 但还需加赛一场 决出前三名 还要比试啊 往年都是如此 听说前三名 有丰厚的奖励 宗门也会逐力培养 但是不知道 今年第一名的特殊奖励 是什么 获得第三名者 可得玄阶下品功法 第二名 则是玄阶中品功法 第一名 第一名奖励 玄阶中品功法 外加一处灵气充沛的 独立修炼洞服 没想到是独立洞服啊 有意思 虽然不想表现得过于妖逆 但这洞服可吸纳更多灵气 本想藏着低调发育 看来还是有必要拿下第一 行入外门弟子前三 选拔赛开始 抽签决定你们出场顺序 一场 莫天对叶凡 小舅子 抱歉了 没事 小舅子是什么意思啊 为什么莫天叫叶凡小舅子 难道叶凡利用我的身份 接招吧 这一拳还不错 但是还不够 小舅子 我还真是小看你了 翠体净占开人六重 看来我外门又多了一位妖孽 这莫天不会像孙孝天一样 是个废物吧 小舅子 为了家族的荣誉 我不得不使出全力了 来吧 翠体净十三重 可不是北洋国这种小地方人听过你 蔡元六重 我还是可以轻松展示 给我敗 实力排名第三的莫天 居然输了 就这么输了 叶凡 叶凡我爱你 叶凡枪太吵了 叶凡 你 cycles 叶凡加油 哎哟 小舅子你真猛啊 好了 我先下去流伤了 他为何叫你小舅子 因为他看中我远房表姐 你表姐是谁 表姐就是表姐 你又不认识 你最好说的是实话 下一场 红金队流化 流化 你区区一名散修 无背景 无资源也敢和我对战 现在任书饶你不死 什么 不错 此人身体里应该还有妖族的血脉 今天怎么了 难道又要出一个 越级挑战成功的 该死 你真该死 你害我丢脸 回我俊美容颜 该死在擂台上没遮蔽物 去死吧 不好 我要死了吗 叶凡 你想做什么 叶凡 这叶凡好端端上去干嘛 干预别人鄙视 在苍延宗可是重罪 叶凡 你无事门规 干预我鄙视 是在找死吗 平宗主 白长老 叶凡 该与我鄙视 触犯门规 请长老重罚 鄙视继续 刚刚叶凡出手 念是出犯 不予追究 为什么呀 他明明干预我的鄙视啊 你是在质疑我 弟子不敢 刚才 如果不是叶凡 及时出手 估计这流化 就要被割杀在擂台上 我因为监管比赛不利 造成弟子死亡 也要被宗门触发 这红金绝非善类 此场比赛 红金胜 叶凡 我一定 叶凡 你得了外门新人第一 有资格来藏书阁 挑选一本玄节中品功法 如果以后还想要其他功法 可以用宗门贡献点兑换 这宗门贡献 就是需要做宗门任务 才能获得吧 对宗门有重大贡献 或者用天才地宝 零食等 也可以兑换 拜见拜张老 你是今年外门大笔敌 玄节功法 就在二楼 乡中那本 就下来告诉我 谢张老 这小家伙 在开原井一重 不可思议啊 开原井一重 轻松战胜 开原井七重的 天才红金 此次是妖孽 这雪狂宫可燃烧气血为代价提升力的 可是对自身也会带来损害 但是对母亲特定血脉的人 却又有迹象 嗯 挑选了什么功法呀 雪狂宫 你怎么挑选了这个功法 这功法 虽然威力堪比玄节上品 但每次使用都会损伤身体 轻则需要调养数月 重则损伤根基 所以才定义成玄节中品 这功法不适合你 你再去玄一步 我推荐黄铜雷本 这个就很不错 谢张老 弟子终于这雪狂宫 你呀 怎么就不听劝了 李兄啊 别生气了 就由他吧 毕竟这是他的奖励 罢了罢了 日后后悔了 可以回来找我换 多谢张老 叶凡 我叫李谷 半个月之后有我的讲课 如果你想听我的炼丹课堂 可一免贡献点来听 多谢 炼丹课堂 有趣 我还是摩帝业不凡时 也是丹诗 还是悲动心欲第三的单诗 炼丹有什么好的 也凡天赋妖孽 当然还是修道更好 你这老家伙 说炼丹不好 那你以后别吃 开玩笑而已 李兄别动怒啊 这处洞府 目前没人居住 就是位置有点偏僻 无妨 谢过白长老 那好吧 这是洞府令牌 第一血认住之后 这洞府便是你的了 好 还不错 这里的灵力 比外界浓郁了一倍有余 刘化 希望你别让我失望 这人是叶凡 稳健新人第一 还真是他 他怎么来了 他不是住洞府吗 请问刘化住在哪里 刘化应该是那里 多谢 谁 我 叶凡 叶凡 你怎么来了 怎么 不欢迎 不 请进请进 哇 环境还不错 哪里 和洞府比起来 差太远了 这么说 你住过洞府 没 没有 哼 这茶味道不错 那是昨天泡的茶 我走了 这是茶浅 叶凡 怎的来了又走了 茶浅 这又不是什么好茶 血狂弓 玄机中品弓法 这么贵重的弓法 是茶浅 慢 慢着 叶凡 叶凡 为什么给我弓法 这血狂弓和我十分契合 本来如果是人类 使用会对身体造成影响 但我体内有妖族血脉 只要不过度使用 几乎没有影响 叶凡 他不会对我有意思吧 哦 肯定不是这个原因 我在瞎想什么 不行 我一定要 这样扰乱比试 都没受到处罚 是啊 莫不是有什么背景 硫化体内有人族和妖族的血脉 天赋也不错 就下他卖个人情给他 如果将来能将他收入麾下 那是最好不过了 下一场 拱兵下 叶凡 拱兵下加油 我们支持你啊 谁会赢啊 不好说 但我当然还是支持拱兵下 让我看看你的本事 接招吧 该死 叶凡 怎么会这么强 你的天赛更远 我 是呢 你 你混蛋 刚才太快了 根本看不清 对啊 到底怎么回事 拱兵下怎么输了 这小子一点都不懂怜向西域 什么下三滥的招数都是啊 擂台之伤 拳脚无言 应该不是故意的吧 刚才我不是故意的 我也不想 你还说 拱兵下胜 叶凡 刘化红金胜 叶凡和红金三战三胜 并列第一 叶凡 我要杀了你 你说这点本事吗 该死 怎么打不到这个小子 叶凡 是你逼我的 谁接着要做什么 看这架势 是要突破了呀 林阵突破 开元净七重 天才啊 红金绝对是 罕见的天才 叶凡 等会我就是开元净七重了 你将毫无胜算 那我倒是要看看 你怎么让我毫无胜算 此此心性 好生狂妄 纵使天赋妖孽 也必定不会长久 我断言 叶凡必输 到底是年轻其生 应该阻止他突破才是 这么狂妄 将来怕是难有成就 小子 下跪求劳吧 你注定会是我成功的 垫脚石 这场比赛之后 我将威名远扬 而你 将被世人耻笑 是吗 你说怎么回事 难道叶凡也要突破了 罪恋九重 突破开元一重 怎么可能 他要是能突破 我道理吃侠 那是罪恋九重 突破岂不是要突破大境界 开什么玩笑 叶凡他好强 不可能 你这寒门臭虫 怎么会这么强 叶凡你该死 就算你突破了 也只是开元一重 叶凡临阵突破大境界 牛啊 你看到没 就一拳 仅仅只是一拳 我就说嘛 叶凡此次天赋 妖孽 这种妖孽 自然有狂妄的本贱 叶凡 我就算是燃烧光惊喜 我也要杀了你 开元净燃烧惊喜 根机可能会废掉 要不要制止比赛呢 估计是倒星破了吧 再等等 撒 雷公轰 哎呀 你太弱了 现在你所有的牙齿都被打掉了 看起来就顺眼多了 刚才是谁说他要威名远洋的 我看这回球大了 要给我小舅子叶凡当垫脚石了 哈哈 你们 好了 比试结束 第一名 叶凡 很好 洞府到手了 可以继续安心修炼了 这叶凡也太厉害了 是啊 小舅子 是刘化来了吗 我 我是来归还功法的 进来说吧 这个血狂功 我不能要 我不是说了吗 那是茶钱 虽然这功法很契合我 但是 这 无功不受禄 我不能拿 我送的你为何不要 这太贵重了吧 先坐吧 你与寻常人不同 体内有妖族血脉 这点我看出来了 啊 被你发现了 我以为只有宗主级别的人 才能发现 我有特殊体质 鼻子特别敏感 嗅到了你身上的妖族气息 还请保密 我来自东阳国刘家 四阳国最强的东阳国 四阳国分别是东阳国 西阳国 南阳国北 东阳国最强 被阳国最弱 刘家在东阳国也算是大家族之一 但因为我是父亲和妖族女子所生 就被家族里的人一直叫杂种 甚至就连父亲也不待见我 没人叫我功法 我只能靠妖族血脉传承的功法 弃生实力 那些刘家子弟都以欺负我为乐 就连刘家下人都欺凌我 在我父亲视而不见 有一天我一气之下出手 杀了那些欺负我的下人 就要被他们驱逐出刘家 后来 因为苍延宗老祖借刘家一个人情 他们就把我送到苍延宗 让我永远别再回刘家 你愿意追随我吗 你追随我 成为我的属下 我会培养你 让你变相 让你走出苍延宗 离开北门 甚至日后可以回到东阳国 找刘家府城 你愿意吗 我连红金都打不过 这样的我 真的有资格 做你的追随者吗 你是我看的 只有你才有资格 做我的追随者 我愿意 这个 将是你这辈子最正确的决定 苍延宗的功法 怎么能过 我帝叶不凡记忆中的功法相比 到了开元季 我终于可以学习那个功法了 凌军 斩 威力还不错 这功法很适合 我现在这只身体 现在哪怕是开元季九重 也会被我这一击重伤 这几天都在洞府内修炼 是时候该出去走走了 你们知道那个夜凡吗 当然知道 轻松击败开元季七重的红金 会不会是红金太弱了 红金可是大家族 红家的天才怎么可能弱 不管弱不弱 红金这次啊 数以夜凡成名当地脚石了 被一个不知名的小家族子弟击败 简直就是我们大家族子弟之耻 进去看看流化雪狂攻略的如何了 顺便再指点他一下 可恶 我怎么就变成了夜凡成名的垫脚石 就算是家族之耻 也是我红家之耻 怎么就成了全体宗族弟子之耻 可恶 夜凡 你该死 夜凡已经成了你的心魔 如果你想继续修行 必须要铲除心魔 斩杀夜凡 堂兄 为我报仇 你想报复他 是 必须要除掉他 不光是为了我 也是为了咱们红家的颜面 可以 但夜凡是新人大比第一 被很多长老看住 我若以大欺小 会引发苍原宗长老对我的不满 那该怎么办 堂兄 有了 我可以找人收拾的 我们这样